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文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2号星期三 亚太时间是10月13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 一个是关于中共的七中全会和中共的二十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乌俄战争的最新战况 以及出现的两个最新的消息 在中共第七次全会今天结束之后 中共官媒新华社在傍晚时分发布了全会公报 毫不意外的通过了中共二十大的报告和中共党章修正案 全文一共是14次提到了习近平 对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工作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中全会认为 中共十九大以来的五年 极不平凡 极不寻常 所有的成就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去的的 所谓的成就呢 包括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与安全 实施脱贫攻坚战 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推进改革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依法治国 此外呢 中共特色大国外交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 其中全会表示 这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审时夺势 守正创新 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 推动党和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等等 因此 中共是确立习近平是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声称这是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具有决定性意义 公报中要求全党要深刻的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求更紧密的团结在以习核心的周围 贯彻习思想 着力奋发 勇意前行等等 从这份公报的内容来看 习近平已经被中共捧上了神坛了 就差直接宣布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共总书记了 大家注意这份公报的说法 两个确立这是突出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也就是说习近平既是党中央的核心 也是全党的核心 习思想对一切都具有指导作用 而且七中全会特别表示说这是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是不是他们不会管 但是他们说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个决定性的说法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已经是决定了的了 否则不会在距离二十大还有几天的这个时间当中 把习近平的地位给突出这么明显 这么重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习近平要干什么是决定性意义的 除非习近平他主动提出在二十大上自己不干了卸任 否则的话他一定将会连任 这是确定不移的了 那么中常委的人选呢 也很可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 今天香港明报引述外传的消息表示 中常委的人事变化将会有中变 既不是人们猜测的刘五换二 也不是刘一太六 而是四老三亲的格局 关于明报的情况我们有过多次介绍 这家亲公的香港媒体呢 经常会有一些内幕的消息出现 通常比外界要早一些 不过目前他们得到的这个消息 现在还不能证实真伪 也只有等到二十大结束之后才能见分晓 不过明报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 的确是有一些新东西的 所以呢 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丰富大家的资讯 所谓的四老三心呢 指的呢就是 中共的十九届中常委当中 四个人将继续留在常委会 另外三个将退出中常委 换上三个新人 四老呢 应该是指除了习近平之外 还有三个常委将留任 文章表示这三名留任的常委排名顺序不变 但是职务会有变化 文章没有完全透露留任的 习近平之外的那三个人 但是从他的内容描述来看 可能包括着汪洋和赵乐际 文章表示这个四老三心的版本将开创1949年以来的一项记录 或首次由全国政协主席而非现任副总理接任总理 我们知道现任的全国政协主席是汪洋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汪洋将接替李克强的职务成为中共的总理 至于李克强的去向并没有提 但是根据现在的中共排名顺序 中共总理是排在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前面 排在第二位 那如果李克强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话 这种安排实际上是降级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李克强很可能会卸任 现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他的去向也没有说 不知道他是留任还是卸任 但是按照年龄来说 栗战书是现任常委当中年龄最大的了 文章是重点说了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表示他是最引人注目的 为什么呢 赵乐际是目前七名常委当中最年轻的 只有65岁 党内排名第六 文章引述消息表示 赵乐际将接任全国政协主席 也就是接替汪洋的职务 排名第四 明报表示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那么赵乐际将创造一项新的记录 他将成为近40年第一个升官的中纪委书记 在赵乐际之前 我们知道历任的中纪委书记 说法对王沪宁说的比较模糊了 暗示王沪宁如果不能留任的话 他将打破中共的一项潜规则 明报表示 根据中共七中全会的公报 习近平代表政治局做了工作报告 并就20大报告稿做了说明 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就修改党章事宜做了说明 据此推断 王沪宁可能将出任20大秘书长 因为19大之前的18届七中全会上 也是由书记处常务书记刘云山就修改党章仪式做说明 然后19大的秘书长就是刘云山 文章提到了房间的传言 虽然不请愿 但是刘云山在19大之后就退休了 所以房间的传言猜测 王沪宁可能像刘云山一样高风亮节 离任常委之后 王沪宁可能要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不过明报指出 五年前刘云山已经年满七十了 而王沪宁到本月才满67岁 如果他退出中常委的话 那将是20大创造的又一项人事新记录 第一次有未满68岁的政治局常委出局 文章指出 王沪宁是现任政治局三个67岁同龄人当中 月份最小的 如果他出局 也就打破了中共延续多年的 七上八下中的那个七上 文章还表示说 至于三名新常委 应该是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当中 最年轻的三名60后 排名顺序就按照他们的年龄长幼来定先后 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消息的真伪目前没有办法确定 不过中共党的会将在15号要报名了 16号将正式的召开 那谁上谁下呢 应该很快就会有分晓 我们还是要耐心的等等看 当然还是那句话 谁上谁下都不会影响中共的解体进程 天灭中共这是一定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来说说乌俄战争的情况 今天有两个重要的消息 都与乌俄战争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消息呢 就是俄罗斯逮捕了八个人 指控他们参与了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爆炸 今天乌克兰的切尔卡瑟 波尔塔瓦和奥特萨等地区再次响起了空袭警报 这已经是乌克兰连续第三天发出空袭警报了 在俄罗斯前面的空袭行动当中 已经造成了至少19名民众死亡 普京在日前的电视讲话当中 就已经公开表示说 针对乌克兰的连日空袭 是报复八号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恐怖攻击 普京表示 如果有人企图在我们的领土上继续进行恐怖攻击 俄罗斯的回击将是严厉的 回击规模也将等同于对俄罗斯联邦造成的 威胁程度 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一点 很显然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普京这口气不太好咽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说 俄方已经锁定了12名爆炸参与者 并且将其中的8人已经拘留了 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的信息 毁桥事件的组织者 说是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 布达诺夫以及情报局的特工和雇员 在拘留的8个人当中 包括5名俄罗斯的公民 以及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的3名公民 信息中公布了参与炸桥事件的12个人的照片 在海关拍摄的卡车货物X光照片 和货物运送的文件等等 同时也公布了大桥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 爆炸装置是被用塑料薄膜卷包裹在22个托盘上 总重量超过22吨 从奥德萨京保加利亚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到克里米亚大桥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说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一名叫一万一万诺维奇的雇员 使用互联网虚拟账号进行协调 全程控制着货物运输的路线 同时与参与者进行联系 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的这个消息 乌克兰方面一直还没有回应 直到我们下午订稿的时间 仍然没有看到乌克兰方面就此发生 不过此前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曾经引述 一名乌克兰匿名高级官员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策划的 其中包括将一枚炸弹 装在一辆开过大桥的卡车上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以后 俄罗斯实施了报复性的空袭 这也让外界担忧 因为之前普京就已经发出了核威胁 那现在他会不会动用核武器呢 第二个消息呢 就是北约领导人宣布下周 北约将要进行核演习的同时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B2已经飞抵波兰了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昨天表示 说下周北约要进行每年一次的 坚定正午演习 涉及喷气式飞机 监视和加油机 以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 但不涉及任何时代 30个北约成员国当中的14个国家将参与这项演习 据一名北约官员透露说 演习地点就在距离俄罗斯1000多公里的地方军行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普京不断升级的核演论是危险和鲁莽的 如果莫斯科以任何方式使用核武器 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在这位北约领导人做出这份表述的当天上午 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已经飞抵乌克兰邻国 降落在波兰某空军基地 这是B2今年第二次在欧洲对乌克兰进行声援 上一次是在今年的3月中旬 有三架美军B2隐身战略轰炸机 曾经前往葡萄牙的美国军事基地 不过这一次的部署跟上一次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这次的B2是部署在了乌克兰的邻国波兰 这也是B2服役以来第一次在波兰部署 B2轰炸机是当前全球最先进的隐身轰炸机 这个事件飞抵波兰空军基地 而且是连夜从美国本土起飞 美国这个动作用意是相当明显的 有大陆自媒体认为 一方面这是用强大的作战实力 在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 另一方面这是用先进的身份 对乌克兰进行精神支援 其实美军除了这两点用意之外 可能还有第三个用意 就是用这个造价24亿多美元的全球最昂贵 也是最先进的重磅武器 要对普京进行斩首 美国新闻周刊日前披露 在普京连续两次发出核威胁之后 美军就开始计划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对俄罗斯进行威胁 其中就包括斩首 美国媒体没有说明美军系列行动包括什么 也没有说明将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斩首 但是B2部署在波兰 多免让人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首先大家知道B2是隐形飞机 可以躲过对方的雷达轻易的飞抵目的地 B2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美国空军的穿透攻击行动 常常在战争当中深入到敌方的领土 进行包括投掷核武等各式攻击行动 其次 从波兰华沙到莫斯科飞行距离直线距离 还不到2000公里 而B2的最大航程超过12000公里 这就意味着 B2可以迅速的飞抵莫斯科实施行动 并且还可以深入到俄罗斯更深更远的腹地 实施攻击 然后再折返波兰 昨天前美国国安顾问伯顿表示 普京如果敢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那就是给自己签下了自杀令 美国将对他进行斩首刺杀 伯顿对英国电台RBC表示 对准普京的行动 或许不会在核武器落下的隔天启用 什么意思呢 伯顿的意思是说 如果俄罗斯使用了核武器 那么美国当天就会对普京实施斩首 据军事网站国防军指出 B2可以一次性的携带16枚核弹头巡航导弹 最大的飞行核弹高达27000公斤 我们希望普京只是在口头上发发威胁 不会实际的动用核武器 我们也希望美国B2战略轰炸机部署在波兰 是派不上用场的 否则这个世界可能将进入一个至暗的时刻 其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 对乌俄两国的百姓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 在俄军入侵以后 我们看到乌克兰百姓早些时候 不得不流离失所颠沛流离 在炮火当中是担惊受怕 在乌克兰军队反攻以后 军队是攻城掠地 不断夺回失去的领土 乌克兰今天表示说 又收复了南部赫尔松州的另外五个聚落 赫尔松是俄罗斯9月30号 才宣布并入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四州之一 没想到还不到半个月 就被乌克兰军队不断给夺了回去 在乌克兰实施反攻之后 那对俄军来说 他们的日子也是相当的难 孤军深入到别国去作战 而对方又有美国等北约国家的援助 俄军士兵随时都有命丧 乌克兰炮火之下的危险 有推特晒出了一张照片 显示有人在M142海马斯 高机动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尾端 使用乌克兰的文字写上了一些复仇的话 其中包括 为了蒂涅伯罗 为了卡尔科夫 为了基辅 为了奥德萨 为了利沃夫 为了日托米尔 我们绝对不会原谅2022年10月10号这一天 10月10号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多处城市实施空袭的第一天 这一轮的空袭造成了许多乌克兰的民众死亡 很显然这是乌克兰军队在表达决心要对俄军进行打击 在昨天的每日谈话当中 泽连斯基表示 根据军事指挥部的意见 我想表彰舒姆斯基 他一个人挽救了数十人的性命 谢谢你 根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 在前天的俄军空袭当中 80多枚巡航导弹飞向了乌克兰 乌克兰全国的军民用了各种手段 击落了40多枚 而舒姆斯基 他一个人就打下了两枚 视频中显示 在基辅北部的切尔尼哥夫地区 舒姆斯基是肩扛着FIM-92刺针便携式防空导弹 先后击落了两枚来袭的俄军导弹 舒姆斯基用肩扛刺针能够击落两枚导弹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的 一方面是乌克兰人守卫家园的信念 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舒姆斯基站在空旷的地带 这是随时都有被炸的危险的 但是他没有畏惧 独自一人就肩扛着这个针刺 在寻找目标 并且还成功的击落了两枚导弹 另外一方面 这件事也在反映着 北约国家军事武器的先进性 俄罗斯袭击的导弹 是在空中飞行 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舒姆斯基就通过肩扛的刺针 能够成功的瞄准并且将其击落 这就足以证明北约支援的武器很先进 那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吧 深入到乌克兰的俄军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推特上还有一段影片 俄军士兵在乌克兰军方的炮击之下 有的是在地上爬行扭曲 有的则是当场被炸死 也有幸存的士兵是到处逃窜 当然也有的逃进了树林里边 还有一段影片 乌克兰的无人机将镜头对准了 在战场中央的一名俄军 这名俄军是躲在一处坑洞内 他身边的队友早就不知去向了 这个时候这名俄军是不断的做出祈祷的手势 影片很短并没有显示 乌克兰军队是不是对这名俄军进行了攻击 如果乌克兰军队对他实施攻击的话 估计这名俄军也会是凶多吉少 然后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顺便再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目前也在干净世界这个平台上 完整的上传 链接我们今天节目的链接就在今天视频节目的下方 大家下拉一下就可以看到 只要点击就可以进入到那边 牧羊是希望不论些老朋友吧 都请大家能够订阅一下干净世界的新闻看点频道 这样您就可以随时得到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同时这也是对牧羊一份有利的支持 另外牧羊的会员频道 牧羊看点最近也是推出了不少新内容 比如五代人演艺天命系列 这是我们绝对的独家内容 另外最近我们会根据当前的时事 已经推出了两期关于台湾研发核武器的节目 也是独家内容 近期将会跟大家见面 我们是独立的自媒体 不依赖任何一方政治势力 我们只是需要每一位观众朋友对我们进行支持 大家订阅牧羊看点 这样不仅能够得到一些独家的信息 而且也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那好了我们不多说了 观众朋友 咱们明天再会 咱们 请 demain 仅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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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